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培寧教 數學 那我們來看這個第六集作業的這題 第七題 一個等差數列總共18項 如果他所有地基數項的核是17 如果他把他所有的地偶數項合起來是-28 請問這個數列他的公差總共是多少 那麼其實這一題還蠻好算的 如果你捕捉到這一點 他的所有的地基數項是不是這個 A1 A3 A5 A7...A17 然後他的第五數項其實是A2 A4 A6 A8...A18 他總共18項 所以這樣子一來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的偶數項的核跟基數項的核 就是他每一項都比他多一個公差 對不對 總共有幾組 總共有9組 總共有9組 所以說基數項合起來是-28 我有9組每一組都比你多一個公差 所以我比你多了9個公差 結果我比你少45 所以公差其實是-5 所以公差其實是-5 可以嗎 所以公差其實是-5 再來看 這個第六一樣是第六級作業的第二題 如果A243 S1040 那麼要請問A1會是多少呢 這個S1040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就解 像剛剛那樣子去解 這個 他有兩個解法 另外一個解法我們下一集再來教 那像剛才那樣子去解的話 就是 像上期這樣子 所以A1加D就是A2 A2是3 然後S10的話是10 A1加45D 這樣是0 妙囉 所以A1加10D的話是30 那所以他去減他 所以35D其實是-30 調整一下做法 因為我們要求A1嘛 所以我把它乘45 所以45A1加45D 其實是3乘45的話是135 135 那 所以 他減他35個 35個 A1 是135 所以A1其實是 35 35分之135的話是7分之27 這就是他的首相 可以嗎 再來看下面這個 這個2加3加4加5加6加2加3加4如果 他是5 他比5加6加7 這樣算是少 少18 如果是這樣子 然後他等於0 那這樣子的話請問S18會是多少 其實他這一題就是可以把他的值都解出來 可以把他的值都解出來 所以A加3 2加3加4 我們用剛才的這個想法 A2 A3 A4 下面 A2 A3 A4 和上面這個A5 A6 A7 那你會發現其實他每一項都比他多3 所以總共他是比他多9d 對不對 他每一項都比他多3個公差 這個也都比他多3個公差 這個也比他多3個公差 這個也比他多3個公差 可以嗎 所以上面3個加起來 比下面3個加起來是多9d 但是上面3個其實比下面3個還要 多18 他們3個是 他們3個減18才是他們 所以這3個比他們多18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9個公差是18 這樣子 所以公差其實是2 OK 那公差其實是2就可以再往後算了 不過在這裡先提一件事情 我們剛才這兩題都是你會發現他的數字是有對到的 234567 所以差3個差3個差3個 那即便是沒有對到的 只要你的數目一樣 你會注意到就是說我這裡是不是有3個A1 加上不知道幾個d嗎 這裡有3個A1加上不知道幾個d 所以說即便說他數字沒有剛好對到連續的連續的差一樣 那只要說我這裡是3項 你也是3項 到後來我們的A1就會消掉 所以就會留下幾個d是他們的差是多少這樣可以嗎 總而言之我們d求出來了 那下一步要求S18 那我們把A1也求出來就好了 A1是多少呢 那就回來到這裡 2A2A3A4 其實他有幾個A1 3個A1嘛 對不對 3個A1加上幾個d呢 1個2個3個6個 是0了 所以3A1加6d是0 那因為d是12 所以3A1加12是0 所以A1即使是-4 可以嗎 那我有A1又有d了 要求S18就很容易 這個看你要首相加末相乘以下是除以二 還是說2A1加上n-1個是17個d 17個d 那我的A1也換掉 A1就寫-4 2倍的-4 加上17個2 乘以18除以2 18除以2就9啦 所以說 這裡是34 這裡是-8 -8加34乘以9 可以嗎 那是 26乘以9 是260 再減26 所以是 234 所以這個 可以嗎 再來看下面這個 這個 這種問題其實我們前面已經看過了 就是說 你A2加A7 和A3加A9 加起來既然 你這兩項 這裡也兩項 合起來既然會是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話 那麼代表其實你整個像素 你整條等差數率都會一樣 為什麼呢 我們用兩個不同的角度再來說明一次 就是說你可以說 我的這個 A2加A7 它 我可以去取等差中項 所以A2加A7其實是 兩倍的 他們兩個的中間 是2加7除2是4.5 就是說如果有那一項的話 如果有那一項的話 那麼A2加A7就會是4.5 A4.5 那A3加A9呢會是A6 那你在這個數列裡面 你是等差數列 這個題目在 我的作業都會在第一開始講這句話 然後以下那麼多題 就是要避免說學生可能想說 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等差數列 其實題目是要講清楚 那它有一個等差數列 結果某一項跟另外一項會相等 那就代表它項項都相等 所以它每一項都是10 可以嗎 又或者用另外一個角度 A2加A7本身是兩個A1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說用幾個A1和幾個D來思考 兩項所以兩個A1 幾個公差呢 一個又六個有七個 這邊也是兩個首項 然後結果它有兩個又八個是10個 那結果你把2A1約掉 你就會發現7個D會是10個D 那這就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D40 那所以一樣的道理 D40的話就代表每一項都一樣 那就都是10 不是10喔不好意思 兩個合起來才是10 所以每一項都是5 我寫每一項接相同 那最後合起來就是說每一項都是5 可以嗎 所以第4項就是5 這就是上次的作業 之前的 來 再來看這一題 第7項是0 那麼請問這個這個 哇看起來好醜 不過你留意一下 其實這個A10 作業的這一個 括號裡的A10 跟另外一個括號裡的A4 10加4除2就是7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 就是說 老師在使用等差中向計算的時候 不要只是說自己發現的 就用 你要提醒學生 我怎麼知道這裡有等差中向可以用呢 你留意一下 如果像素合起來除2 就是這個的數字的話 那麼他們兩個的等差中向就是7 A7 這個A4 A10 插三項插三項 對不對 所以 這個等差中向其實就是7的話 我們上面有講 前面有介紹過 這樣子一來呢 如果你的等差中向是0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說 等差數列很多項 如果某一項是0的話 代表它 對稱的前面跟後面 會剛好是相反數 所以其實這兩個數字合起來 會是等差中向的兩倍 也就是0 所以他們兩個是相反數 只是正負化不一樣而已 但是那個絕對只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我把它平方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還是會是一樣 對不對 這樣子一來 這樣子一來 這個題目看起來很醜的東西 其實就是0啦 去嘛 順便看下面這一題 A7 第7項是根號14 請問第二加第12 那第二加第12合起來就是14嘛 所以除以2就是7嘛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兩倍的等差中向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2根號14 因為算是太簡單 突然之間不知道答案該寫哪裡 看下面這一題 如果第5項是-3 請問234678合起來是怎麼樣 那麼跟剛才一樣 對不對 234678你會發現它是對稱的 然後中間剛好夾一個A5 4跟6合起來就是一個A5 3跟7合起來也是兩個A5啦 不是一個 然後2跟8合起來也是兩倍A5 所以合起來總共有6個A5 所以這6項合起來就是-18 這個我們下一集就會介紹 等差中項在等差級數裡面的使用 看下面這一題 第二項是-2加-3 第三項是-3加-5 求第8項 仔細看一下 沒有什麼特色 怎麼辦 就去求 我們前面介紹過 即便是有根號 其實也不是多複雜的事情 第三項-第二項就是公差嘛 所以其他的公差是 更號3-更號5 又減更號2 又減更號3 所以其實是-更號5 又-更號2 這樣子嘛 那A8呢 就是從A3再加5個D嘛 如果到這裡學生還不太熟練 就是不是那麼能夠把他去從A84A3加5個D的話 那老師真的就要再多花點力氣去說明 就是說A3你看 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第七項第八項 加一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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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過我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國中的數學像等察中像這樣子 它本身並沒有到那麼難 但是學生還是會有機會沒有聽懂或想通的一個原因 可能就是想的比較慢 想的比較慢 然後想的比較慢 一時間沒想到就慌了 於是就沒有真的在想 那他就真的會需要老師多花力氣去引導 你會發現也許一開始數學成表現不那麼好的學生 你真的花點力氣教到他懂了 他把這些知識和他學數學的習慣和他積極去想 和他不害怕想 盡量 盡量壓抑自己因為沒想到而恐慌的 這樣子的學習和思考的習慣往後帶 你會發現這樣子的學生他的數學是會慢慢的變好的 所以說 一個人到底聰不聰明他是可以訓練的 不是那麼絕對的 來看這裡 如果AN代表等差數列的第N項 第三 第五項是 第五項是 第五項是-3 第九項是7 3分 請問 這個很特別的東西 A 那第幾項呢 這是第A17的那一項 也就是說你要先去求A17 再把那個求道的數字再塞回來到A 那我為什麼要去安排一個這麼詭異的東西來讓大家寫寫看 就是看你們能不能夠讀懂這個符號 我們說等差數列的這個AN的N是下標嘛 然後我們又介紹過了其實等差數就有點類似函數 所以我們在算函數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把一個函數他的值算出來 把那個值塞回進去同一個或另一個函數裡面 比如說我們可以有這樣子 F 要帶什麼呢 就帶 3算出來的那個 帶進去 然後再算出來 或者我也可以說F 把2帶進G 求出那個數字再塞回去 F 裡面再算出來 求這個東西 那所以在這一題就是 跟大家建立起這個連結 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呢 我們前面講過 等差數列就像那個線性函數一樣 那所以說我也可以去先求A17 那麼這個A17會是多少呢 來看一下 所以其實A17是45 可以嗎 這個有點不多 看一下 4個 4個 啊更正 Sorry Sorry 那 從 開始算這一題 來 一開始 沒有 2個 1個 3個 4個 2個 4個 1個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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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5個 3個 2個 從這裡開始 來 那我們來算算看 這個第九項是7Ⅲ 第五項是-3 所以第九項-第五項 7Ⅲ-3就會加3 也就加9Ⅲ 這樣是16Ⅲ 那因為這樣是四個公差 第九項-第五項是四個公差 所以一個公差的話是4Ⅲ 那麼所以第17項是A9 加上八個公差 所以是7Ⅲ 再加上8Ⅲ 所以是39Ⅲ 也就是13 可以嗎 是的 那於是這個 第17項是13 A13 那於是我們要求的這個 A17 其實就是A13 那A13是比A17 再少四個公差嘛 所以它其實是 對 所以A13呢 其實是A17 A17 或者我們用A9加4D好了 我們用加的比較簡單 7Ⅲ再加上16Ⅲ 所以是3分之23 對 對 這就是答案 可以嗎 再來看看 已經知道ABC三個數字乘等差 它的公差是7 如果數列A-2 B-5 C-B 也會成等差的話 請問它的公差會是多少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公差是7 我們其實 你稍微代換就知道了 既然它的公差是7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A A加7 然後A加14 對不對 那麼新的數列是A-2 A加7-5加2 A加14-8 6 那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是等差數列公差是 這很簡單 這下面這個 填控完成下列數列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那麼這個數列 12其實是3乘4 20其實是4乘5 我還寫 30其實是5乘6 42是6乘7 7乘8 8乘9 9乘10 這一格田是90 然後10乘11 11乘12 可以嗎 我們看一下上次的作業 來看這一題 完成下列數列 看起來有一點 不知道他在幹嘛 算算看嗎 看看他的公差 看看他的倍數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的差 差1 差3 差6 差10 差15 21 28 你對這些數字 有沒有一點點給他有印象 這就是我們上一集帶大家練習的 這個就是從1 這是1 這個是1加2 這個是1加到3 這個是1加到4 對不對 這個是1加到7 所以下一個要加的是1加到8 那1加到8是多少 其實就是28再加8 所以是36 所以他下一個要再加36的話是變成120 對嗎 加完36 再加一個加到45 再加45 再加45是165 對吧 這是這一題 再來看下面這一題 3加5加7加9 再加到99 減掉後面這個是2加4加5 再加加到100 那其實這一題就是我們 上次有練習到 你等於是拿奇數 有沒有 拿連續奇數去減連續偶數 那你會發現3-2是1 5-4也是1 7-5也是1 一路一直減 這一題也是一樣 你要留意的一點就是說 最後的那一項其實是 以這麼來推論 最後那一項其實是99-98 然後你的100會留著 不是加的 因為他是減的 所以你的100會留著 最後還有減100 可以嗎 所以說這裡前面會有一票的7 一票的1 用大的減小的都是1 那這一票1到底有多少個呢 其實從2-98這樣子的話是49個 這樣是49個 從1到9950 從1到3 3到99是49 所以前面是49 最後減100 所以是-51 這是這一題 可以嗎 好 最後來看這一題 如果等差數列一直加到N 加出來的結果是6N 那麼請問N平方會是多少 那其實這個就是要讓大家使用它的公式去算 所以它的結果會是1加N乘N除2 結果它現在告訴你這個是6N 對不對 所以其實N平方加N等於12N N平方-11N等於0 N等於0或11 所以其實這個N是11 可以嗎 你加到第11項的話 加到第11項的話 那總共就是會有6個 就是 那11先扣著不看 1加10 2加9 3加8 都是11 總共你會 中間這裡會有 5個11 5個11 也就是55 然後再加11就是66 所以1加到N的話是6N 1加到11的話是66 那這樣子N會是11 所以N平方會是 121 好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上到這裡 下一集 下一集會教大家等差中向在極速盒裡面的應用